火光染红天空 走近一看好几台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车内还是有零星火光持续燃烧 消防人员搭起水线灌旧 不过火势迅速蔓延一连烧了9台巴士 消防人员一时难以扑灭 现场联邦停车场有一台巴士 大概是9台 已经都全面起火燃烧 那我们就出水线灌旧 那现场发现是电动巴士 那车上有数量比较多的锂电池和可燃路 所以扑灭的时间比较久 10月21号凌晨2点多 台中市北屯区突然传出停车场火警 一间民营停车场停放多台电动巴士 因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起初火势并不大但一瞬间蔓延波及9台巴士 因为是锂电池车辆燃烧时 还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紧急加派人员灌旧 最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将火势扑灭 索性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远乐